Yo 我是波子 今天繼續帶大家來覓食品食 今天去哪裡呢 就是去深水埗的基隆街 這裡有一間叫番茄師兄 本來他專吃番茄和扇鼓牛很有名 牛好新鮮好玩 現在剛剛見到一個新的菜單 是專吃雞子 雞子 雞子 本來我不是很喜歡雞子 是CAMMAN一號喜歡吃的雞子 因為知道雞子就是雞的… 其實那裡是粒東西啦 雞子通常是做配菜或打火鍋比較多 沒想過可以當一面自己做一個小菜 晚上六點至九點可以吃到 很可惜就是我們八點來到的時候 已經賣剩最後兩碗雞子 我們選了炒蛋和酸辣雞子 原本很想試這個威士忌麻香瑞士汁雞子 你聽名字都覺得很新鮮 很可惜這個就賣光了 這個今天吃不到 這個可能讓大家來吃 剛剛見到餐牌就有一個叫做 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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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煎到另一邊是脆的 不知道待會咬下去 是不是外脆內軟 口爆的 CAMMAN 像醬伏伏伏 你醬還是醬 不要說這些 不放進口 上次跟CAMMAN打火鍋吃過一次 印象中好像魚春的口感 所以這次對於我來說是非常新鮮 我們吃吧 很濃的雞味 裡面是很軟滑的 外面是吃的腸仔皮包著的感覺 但比起我平時吃火鍋的雞子不同 它軟滑一點就不會太熟 口感有點像炒蛋 我吃完真的覺得起淡 可能吃完真的會興奮 曾經何時跟我說吃雞子 吃得多會比較鹹 難怪不怪CAMMAN一號這麼鹹 原來是這樣的 應該改名叫父乳子 老爸粒春 還有兒子的雞蛋 炒蛋很滑 炒蛋很棒 我連炒蛋一起吃 炒蛋外面很滑 咬下去雞子裡面很軟滑 中間就夾開雞子皮 整個很融合 炒蛋和雞子是夾的 對吃的 我已經聽到CAMMAN三號的嘔吐聲 因為CAMMAN三號是不吃雞子的 我試試再配上芫荽 因為芫荽比我想像中不算多 現在試試加一起吃 不是喔加了芫荽 加了一點雞子的腥味 很清新的 突然好像雞在芫荽圓跑 然後放了一顆春 我覺得真的蠻特別的 應該說是它的滑蛋炒得很滑 做得很好吃 所以搭起來就沒有慰和感 CAMMAN覺得雞子有一點雞子還雞子 旁邊的配料就分開了 將滑蛋和雞子一起包著 再加芫荽一起吃 才吃到層次 吃開雞子的樣子就… 我剛剛看過的樣子就… 三號吃什麼 然後試試麻辣雞子 我想拌勻一點醬 這個麻辣雞子沒有煎過 它連書精管都連起來 它很原汁原味 或者入肩很飽 它好像氣球咬爆了 剛剛的CAMMAN雞子有點暖暖的 雖然它煎了但不夠脆 但這個反而冷盤很爽 CAMMAN一號覺得有點失望 它覺得好像跟打火鍋差不多 因為打火鍋也是加香蒜 加辣椒差不多 我覺得這個很過人 因為吃雞子本身也不是很多人喜歡吃 而我反而覺得冷盤就辟了腥味 如果你本身有抗拒雞子 或者覺得雞腥味很濃 不是很喜歡吃的感覺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你 而且它的辣也不是很辣 我跟CAMMAN不吃的辣 都完全不覺得辣 完全沒興趣的感覺 我還加了牛丸 因為這裡吃牛和番茄 湯底很濃稠 湯底很濃稠 我點了上海麵 先試湯底 湯底不錯 湯底雖然是稠 不會很鹹或者很膩 或者口渴的感覺 完全是純正番茄很濃 可能因為太濃稠 吃麵的時候很難掛到汁 不過上海麵雖然很粗 好像沒什麼汁 但也很爽 它不是糊了或者一夾到爛的 再試試湯底的通粉 它就配通粉 通粉就一半 我覺得像化粧通心粉 好 先試牛臉盒 經常跟CAMMAN說牛臉夾 但它吃起來一點都不韌 裡面是剛好溶化的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一條條 但它一點都不乾 它咬下去有肉汁 我自己覺得牛雖然酥 但我自己喜歡吃牛酥味 所以我覺得是很棒 如果吃不到牛的酥味 這個可能未必適合 再試試蝦腩 我覺得蝦腩好多 雖然蝦腩肥一點 但它半肥瘦在脂肪和肉之間 均勻分佈得不錯 很QA的感覺 我剛剛CAMMAN那塊比較硬 一碗這些麵都只有兩粒蝦腩 抽醬 二份而已 50機會 我們試試試 很大粒 牛味很濃 牛汁是湿出來的 不過牛酥味很厲害 好像在吃面子牛漢堡 這麼重牛味 CAMMAN說最好吃的是滑牛 剛剛他給了一塊滑牛 還有CAMMAN那碗已經沒有炒蛋 最好吃的應該是炒蛋 是很滑的 反而不修 但味道很濃 有少許麻香味 應該像加點麻油 豬肌肉就一般 來這裡最好是吃牛 或是吃炒蛋 所以它本身出名是炒蛋 這個是沒錯的 是課真介實的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湯很足料 很多番茄 所以喝完湯會覺得很值 但足料是一件好事 另外再點兩個特別的小食 這是麥魚芝士丸 試試看 小小粒 芝士丸不是很濃 味道很濃 炒的挺香的 如果芝士追求濃郁 就可能差一點芝士味 CAMMAN3說這個雞翼很好吃 這是麻香瑞士醬雞翼 剛才我們點不到的雞子 就是威士忌 麻香瑞士醬 所以只差了威士忌 冷盤乾一點 不是像平常煎魚的雞翼 出雞油的感覺 雖然冷盤也不會浸到肉散 CAMMAN3中焦 有條魚絲 CAMMAN3中焦 他們是白色毛毛 你們在拍影片的東西 我知道大家知道 有大風吹走 我旁邊有良知 吃了一會兒 開始感覺到麻香味 因為麻開始在水唇汁裡 浮出來 第一口不太覺 所以它的醬汁也蠻舒適 麻香做到油 然後瑞士醬甜甜鹹鹹鹹 有點鮮味 但雞翼略鹽瘦 肉偏粗 如果可以再大隻一點 肥一點的話 應該是完美的 這個講實奶茶 但茶底沒那麼濃 CAMMAN喜歡沒那麼濃 我喜歡比較濃 雖然沒有威士忌 但我也很想試試這個醬 如果配雞子是怎樣 所以我先過檔 過去游泡水 試試配麻香的醬汁 嘩在口中又爆開了 可能因為它本身已經醃了麻辣 那些蒜 吃起來很重蒜味 有機會叫威士忌的醬汁 你才可以試得到 先試這麼多 都來了菜式 今餐三個人吃 自費飛廣告 就三百八十八左右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大概一個人 一碗麵加小食 百多元左右 如果大家發現 深水谷附近 或者這一頭有什麼好吃的東西 忽然留言說說開波子 為大家試遇 全港狗不同美食的地方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捲洞捲辣捲去CAMMAN的褲子找雞子